吉隆坡甘榜巴鲁的人民组屋居民接到了搬迁令 要求他们在开斋节前搬离组屋 结果民怨四起 联邦直辖区部长大陆司里沙溪旦就澄清 那只是通知函不是搬迁令 还派兄姆保证绝对不会在斋戒月期间 要居民脱家代口搬家 沙溪旦在部城出席活动后强调 所谓的搬迁令其实只是一个通知的信函 不过受到了各方的错误诠释 根本没有看清楚信函的内容 他解释那是土地及矿物局发出的通知函 交代协商的进展并非要求居民搬迁 发展商早前现役赔偿最高26万令吉 但居民认为金额太低了 根本就买不起首都的房产 以至于双方到现在还谈不拢 本集中将人一个小孩的进展并不拢 都将给予用水分量水分量 不拢?